再一個兩個人 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就是房間的部分啦 這個很可愛的小吧台的區域的感覺 流水聲聲音超級大 大到是那種 我覺得這個管線就在我耳朵旁邊的這一種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貼心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些算是飯店蠻基本的啦 Happy Hour的時間 寵物友善旅店 嗨大家 現在呢是久違的飯店開箱影片 我們今天來到位於台北大安京普頓酒店 我們今天入住的房間是雙人房 進去吧 再把開門 那首先呢一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邊 就是有鞋靶啊 鞋子的刷子啊 然後一些鞋架可以讓你放鞋子 如果你入住比較多天的話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有部它的拖鞋 然後我覺得它拖鞋質感應該是不錯 那種厚厚的 然後是毛茸茸的這種感覺的拖鞋 門的另外一邊 就可以看得到 廁所 它是把廁所跟淋浴間是把它分開的 那馬桶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是 免制馬桶 免制馬桶超加分的 然後呢就可以看到 欸你想說 鞋子怎麼沒有門 沒有啦 它可以這樣子 推過去就關起來了 所以另外一邊呢就是它的 淋浴間 所以這個門呢基本上就是 共用的啦 然後淋浴間真的是蠻大的 塞了兩個人 是沒有問題的 它有附什麼 洗髮精護浴乳 這邊是這個牌子的 那在針對那個淋浴間的另外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洗臉台的部分 那洗臉台的部分呢其實就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很基本的東西 然後背瓶在這裡 背瓶呢給大家看一下 兩個人的所有的背瓶牙刷啊 什麼什麼的東西都在這裡 然後下面就是放著有毛巾 然後還有吹風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吹風機 喔是這個的 是摺疊式 蠻大的 但不知道風力如何 接著就是房間的部分啦 其實我覺得還算寬敞啦 這裡你知道嗎 然後就一些 遊戲娛樂的空間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張床呢 是King size的床 床旁邊呢 這邊的我覺得應該是行李放置 或者是你可以換鞋子地方嗎 應該是行李放置吧 然後這邊是有掛浴袍的地方 然後上面可以給你掛 像我現在的外套 或者是你一些怕皺的衣服 都可以掛在這邊 我覺得很優秀的是 它衣架給超級多 包含是這一種 圓肩的 然後可以夾褲子的這種的都有 然後呢旁邊這邊還有一面 鏡子 全身鏡 底下兩個櫃子呢 這邊打開的話是 保險箱 這邊打開是保險箱 然後另外一邊打開的話呢 這個是掛燙機 就跟我自己買的一樣 就是荷蘭公主的掛燙機 以模模以洋洋 所以如果你要燙衣服的話是滿方便的 不用再另外去 call out櫃台去借掛燙機了 我覺得旁邊 旁邊放置的位置都非常棒 而且旁邊就有插座了 所以你睡覺旁邊就可以用手機或平板 各種的 我覺得很方便 放置的位置也夠大 後面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可愛的 小吧檯的區域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超精緻超可愛的 有膠囊咖啡機 然後熱水壺 杯子然後泡麵 但是呢這些食物 是要錢的喔 是要錢的喔 你可以看一下電視它會有菜單 是要錢的喔 然後打開下面這邊的櫃子 這邊的話就是有茶包的部分 然後下面打開的話就是這種 高角的杯子 如果你有在這邊喝酒的話是可以用的 這邊打開的話就是冰箱 冰箱裡面也有一些飲品 但是呢大家喝之前記得先確認說 是不是要收費的喔 再來看到這邊就是電視的部分 不需要多做介紹 然後這邊其實有一個可愛的小椅子 但上面現在被我們堆滿了行李 然後再來這邊呢就是一張 我覺得不像辦公桌 但是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大理石紋桌子 可以在這邊吃飯或做一點事情 我覺得都OK 再來就是一個沙發 我覺得這沙發很舒服欸 這沙發做起來很舒服欸 要把沙發做成貴妃椅好不好 對啊就夠長啊 夠長啊 兩個人兩三個人歪著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OK今天呢就是這邊就是以上 我這次入住大安靜普頓的雙人房 那實際住起來的感覺呢 我再來更新給大家囉 現在呢就要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住了一晚睡了一晚 大安靜普頓酒店的一個心得感想 那我先說一下這一次的訂房 是朋友在Agoda上面訂的 那他們上面的房型應該是雙人房 我會再把連結補在就是底下資訊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點開來看一下 那我們訂的這一間房間呢 是不含早餐大概是4900多 所以如果你家的早餐的話 這一間房間大概是5000塊上下 我覺得以價位來說算是蠻高的 那我們先從外面浴室的部分 我會覺得整體浴室的動線算是蠻OK 可是洗澡跟廁所的門只能開一邊 我自己我自己覺得有點稍微的小困擾 可是就是朋友在洗澡的時候 我可能上廁所 當然他在裡面 我的話上廁所是沒擦 但我還是希望說可以你知道有兩邊的門 他的馬桶是免治馬桶我很喜歡 然後洗澡的話呢 那個出水的力道也非常足夠 水也熱得非常的快 唯一有個小缺點就是他流水聲 就是排水孔的流水聲聲音超級大 大到是那種我覺得這個管線就在我耳朵旁邊的這一種 我洗手台那邊整體的空間呢是非常寬敞的 所以兩個人待在那邊基本上是不會太急 而且廁所那邊的門其實也是有鏡子的 所以化妝的話其實兩個人可以各站一邊也是不會打架的 所以兩個女生啊好姐妹來啊 我覺得空間上面是蠻充足 因為他的鏡子非常多 還有附一個這樣子移動室的小鏡子 我覺得整體的使用上面非常方便 所以東西配備是蠻齊全的 像你看我要掛燙機也有 然後一些備品等等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忘記帶什麼 像是你需要除靜電噴霧啊 或者是隱形眼鏡盒啊 或各種的其實你都可以去跟他們拿 像是他有一個這個 你看你忘了帶什麼東西嗎 可以跟他們申請 這裡就會有非常非常多項目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貼心的地方 再來床睡的話我覺得算是蠻舒服的 而且很優秀的是他真的有給四顆枕頭 以我在外面的話這樣支撐力會比較足 我覺得有那種被撐住的感覺 床的大小雖然他說是King size 可是我跟我朋友兩個人睡起來 並沒有覺得特別特別大的感覺 但這樣子的尺寸我們兩個是不會碰到彼此也不會打架的 空間感其實也蠻足夠的 然後像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昨天晚上就是坐在這邊吃東西聊天 聊到很晚 其實我是覺得蠻舒服的啦 而且隔音我也覺得很不錯 但我覺得這些算是飯店蠻基本的啦 一些櫃子他會放一些裝飾的東西 我知道很漂亮 可是對我來說 我就會想要放東西 所以我就會把他那個裝飾的你知道 花瓶這樣往內推 因為我很怕不小心撞到他 這裡的位置啊 離捷運站啊 離鬧區啊 逛街的地方 真的都蠻近的 算是一個很優秀很漂亮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邊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住起來的心得 因為我們沒有訂早餐 所以我也沒有到就是用餐的餐廳的地方 那他呢一入住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就是happy hour的時間 像早上7點到10點 他櫃台一樓大廳那邊是會提供就是豆漿啊 熱茶小點心 然後下午的5點半到6點半 是會提供葡萄酒啤酒 一些小點心等等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是可以在這些指定的時間 到一樓的大廳去享用 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大安靜普頓這支酒店的住宿心得 當然這支住的就是雙人房 那其他的地方呢 我就沒有特別想去探索 主要是因為 拍這支影片主要還是在疫情期間 我希望就是著重在房間內部就好了 我現在人在外面 但我還是想要補充一下就是 大安靜普頓酒店是寵物友善旅店 所以呢你入住的時候 還是會有可能會有看到有些人帶寵物 然後我剛剛就有看到 超可愛的 那非常感謝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久違的旅店開箱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時性命美妝 開箱直播旅遊 傳達以及更多生活動態即時內容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這影片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的話 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還有全部通知 也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